才刚上任就马不停蹄的工作了 而且刚才呢 柯文哲在台南的时候 他其实也有特别提到 松山文创园区他觉得太商业化 但是这个松山文创园区的BOT案 其实到现在台北市政府 只有收回56万的权利金 现在让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 杠上了富邦的动作才民中 而且他批评说 让社会的观感很不佳 加上这个台北市议员 前议员呢杨时秋 他其实也坦诚了 当初在签订这个合约的时候 其实就有不少的问题 其中一项就是 松山文创园区 他可以展延他的营运时间 到70年才交还给市政府 可是70年后的大楼 你想想他还有经济价值吗 14楼高的建筑 打成文创民意运作 富邦建设和台湾大哥大 联合投资的松山文创园区 不只被台北市长柯文哲盯上 台北文创大楼也遭爆料 说北市府疑似放水 因为合约上明定 50年营运期满 投资公司得以再续约20年 其实他还留了一个伏地 他里面有一个签约里面 他还有一约两次的权利 我拿一栋大楼70年后 你还能够继续存在的 所以他transfer给你的 很可能就变成一栋垃圾 而这栋水泥森林在70年之后 在那个时代 你光拆迁或搬运 这一栋所谓的建筑垃圾的话 你花费的钱可能还要超过10亿 市政府没有办法决定 你是不是文创 因为他决定之后 只要报给市政府合备就好 不只文创产业 常常说了算 企业BOT模式成功 松烟得以展延营运期 但合约诟并不少 70年后市府该如何上后 也是柯文哲头大的主因 当初在合约的订定的时候 就已经是站在这个 富邦台北文创的角度 在帮他们拟定合约 所以对市府而言是非常不平等的 一个割地赔款的这个条约 因为整个地都是市政府的 那当初给松烟文创的时候 其实我们拿的营运权利金 跟开发金也是非常的少 但实际上我们第一年到现在 只拿到了56万 那换算下来 我们要到100多年之后 才有办法收回这个 所谓三亿的营运权利金 从权利金短收 到大楼变成文字馆 就连低价税也得由市府买单 松山文创园区 哪里不符合规定 一一被放大检释 前朝签订的合约有问题 留下了烂摊子堆积成山 可市府也只能一起来 慢慢收尾 记得陈志宇 李贯志台北参谎道